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广满 冰点时评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这篇来自自媒体的文章 以非常严厉的口气宣称 这次变革将当敌一切尘埃 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 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 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 红色回归 英雄回归 血性回归 不少人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解读和评论 认为这是习近平当局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马上就要进入新的文革时期了 最近一段时间 习近平当局针对多家大型网络企业进行调查和处罚 对众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处理 对一些艺人高调处罚 强行将他们消失 这一系列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侧目 特别是对那些大型网络企业的打压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打压 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不仅国内怨声载道 不知所措 国际社会也是一片的疑惑和指责 人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担心 尽管中共的宣传系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外界的怀疑和担心 正在这个时候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这篇文章出来了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 便是对习近平当局的一系列的压制行动 进行解读和送赞 试图让习近平当局摆脱尴尬的处境 这篇文章写道 从蚂蚁上市被叫停 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 到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被查 到中央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 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以及最近对于若迁的乱象 一系列的整治行动 都在告诉我们 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文化领域 到政治领域 都在发生一系列的深刻的变革 或者说 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 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因此 这是一场政治变革 人民正在重新成为 这场变革的主体 所有阻挡这场 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 都将被抛弃 这场深刻的变革 也是一次回归 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 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 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自媒体 对习近平当局的颂赞 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力度 确实是不多见的 应该说 这是一篇 有相当政治高度的 拍马屁的文章 其中 从资本集团 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这场深刻的变革 也是一次回归 是向着中共的初心回归 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 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想必 正是这些话 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激烈赏识 因而 这篇文章 被中共的官方媒体 全面的转载 反过来说 能够让中共 所有的媒体 全面转载这篇文章 这肯定是 中共最高层的受益 甚至是 习近平本人的受益 以自媒体的形式 来吹嘘美化习近平当局 或许可以达到 党媒 无法达到的效果 这篇文章 实际上注意到了一个 习近平当局 非常敏感的问题 习近平当局 对蚂蚁集团的打压 对滴滴的处罚 以及对娱乐圈的整治 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习近平当局的独裁统治 习近平当局的这个做法 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 普遍的担心和恐惧 而这段话 从资本集团 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显然是在权力的美化习近平当局 他们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是在用人民的名义 来掩盖习近平 扩张权力的实质 这篇文章还写道 当前正在进行的 从治理培训机构 学区方开始的 治理教育乱象 让教育 真正回归平民化 公平性 使普通人有向上流动的空间 未来还要治理高房价 高医疗费 彻底产平 教育 医疗 住房 三座大山 这不仅是在无耻的吹捧习近平当局 而且还给民众画了一张大饼 凭空勾画了一个空前美好的前景 彻底产平 教育 医疗 住房 三座大山 这样的话 就是中共的官方媒体 都不敢这样说 根据公开的资料 文章的作者李光满 原为华中电力报的总编辑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的会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今年62岁 2019年的12月26号 他曾经在无有之乡 以人生一甲子 归来是少年 为题撰文 说道 12月26日 也是我的生日 能与毛泽东同一天生日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今年的12月26日 由于以往有所不同 今年今日是我年界六十 退休回归社会的日子 虽然时间不可重塑 人生不可重度 但因为李光满 冰点视频这个公众号 使我有一种 归来仍是少年的感觉 不配强好 敢于直言 乃是少年心性 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李光满还曾经发表过 张文宏与病毒的和谐共处论 是投降主义 必须坚决反对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 中国解放台湾的日子不远了 大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狂欢 该结束了 等一系列的播文 这是一个典型的猫左分子 这篇文章除了无耻的 吹捧习近平当局 也用恶狠狠的口吻威胁 所有阻挡这场 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 都将被抛弃 这场变革将当敌一切尘埃 从这些话中 确实让人感到了一丝的恐惧 其实中共的党媒 在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 已经删掉了文章中的一些 政治色彩异常强烈的语句 比如他们指蚂蚁集团 滴滴公司为大买办资本集团 他们先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这场变革 就是要对这些社会独留 对这些买办资本集团 进行清理整顿 等等等等 只是删掉了这些话 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主调 并没有改变这篇文章的极左倾向 以至于让不少人担心 这是习近平当局发出的 二次文革的信号 我们知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对政敌进行系统的政治清洗 而这一点 习近平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干 一直都在以反腐的名义 大张旗鼓的进行政治清洗 可以说 习近平早就在进行新的文革 同时习近平当局对思想的意志 对文化的压制 并不亚于毛泽东的文革时期 从他上台之初 就整治南方周报 推出了七部讲 一直到后来 打击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版的文革 已经是现在进行时 而不是将来时 发动文化大革命 似乎是毛泽东 想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 以期实现 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 然而 毛泽东那些 反修防修的政治宣传 无产及其专政下的 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过是迷惑世人 隐瞒其真实目的的伪装而已 透过虚幻的政治迷雾 揭开这些伪装 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铲除刘少奇及其同党 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最直接的目的 文革中除了一些党国传统的贱民 可能被随意的屠杀之外 对党内外高干的迫害 则很少有偶然和意外的 当时毛泽东想让活着的人 或许有老天爷不让活着 但是毛泽东想要整死的 却是老天爷都保不住 那些在历史上 曾经触犯过毛泽东的人 几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发动文化大革命 显然是毛泽东 长期策划的一个行动 而且每一步都做了精心的伪装 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不过是毛泽东惯以宏大叙事手法 欺骗世人的诡计而已 以掩盖他公报私仇 和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 我曾经制作过节目 毛泽东如何收拾刘少奇 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 以今天习近平的能力影响力 想要驾驭毛泽东式的文革 他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更没有必要 发动一场毛泽东式的文革 发动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 因为他的政治对手 并不是毛泽东时代那些 树大根深 自立山头的大佬 他的政治对手 早已经被清洗的差不多了 他的权力非常的稳固 只是他为了能够长期的 甚至是终身掌握最高权力 一定要彻底的清除掉一切 潜在的威胁 关键是他对未来的局势 并没有信心 他一直在担心 万一社会发生动荡 未来会有其他的人 可能会挑战他的权力 挑战他的权威 这其实是独裁者的通病 任何一个在社会上 有巨大名望的人 都会让习近平感到不安 事实上 阿里巴巴和马云被处置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马云和阿里巴巴 他们拥有的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的影响力 当然和巨额的资本有关 但是他们的影响力 又超越了资本 马云已经暴露出了 他对政治的兴趣 和对中共权威的挑战 这明显超过了习近平 可以容忍的限度 在基本上清洗掉了 党内的对手之后 习近平显然已经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社会上那些 有影响力的人物 很有可能 马云成了习近平 重点关注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一些被打入令策的人 从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到赵薇 到高晓松 似乎都和马云有关联 这恐怕不是巧合 尽管赵薇是一个著名的艺人 尽管最近有多名艺人 因为各种原因被处罚 但是 惩办赵薇和其他艺人 并不是一回事 不能因为赵薇也是艺人 就把他归到整顿 猎击艺人一类 当局已经让赵薇打入了令策 并极力地消除赵薇存在的一切痕迹 但是当局却一直没有公布赵薇的罪状 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 正在进行这篇文章当中 罗列了不少赵薇的罪状 但是那都是些陈年旧事 以这样的罪名处罚赵薇 只会给人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的感觉 当局惩办赵薇 恐怕和那些陈年旧事无关 而是和赵薇的巨大的声望有关 赵薇遭到处罚已经好多天了 但是赵薇现在的真实处境如何 外界根本无法知道 网上流传的 关于赵薇的信息是真是假 外界也无法分辨 有很大的可能 赵薇已经失去了自由 此外 在赵薇遭到处罚的同时 著名的音乐人 时评人士高晓松 也被当局封杀 将他的作品下架 隶属于中国社科院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 发表了一篇长文 罗列的高晓松 在他的节目中 多番与官方立场对立的 问题言论 例如 说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 并不准确 听党指挥的军队 叫党卫军 批评他 披着解读历史的外衣 包藏历史虚无主义的私货 和赵薇被处置相类似 高晓松那些问题也都是些 陈年旧事 高晓松曾经加入过阿里集团 担任过阿里巴巴音乐科技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如果单时赵薇被处罚 或许还难以确定他的原因 而把高晓松也被处置联系在一起 那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处置赵薇高晓松 很有可能是为了彻底 清除马云的一场外围战 当局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赵薇的罪状 不排除 当局正在逼迫赵薇 在劣迹艺人和污点证人之间做选择 显而易见 习近平已经把矛头指向了马云 必于除之而后快 但是习近平似乎并不想让外界知道这一点 尤其不想让外界知道他为了处置马云而不择手段 把赵薇和高晓松逼入了绝境 他更不想让外界知道 他只是出于对马云才识和能力的记恨 而采取了打压措施 习近平打击马云 只是基于他个人的私利 纯粹是私心作祟 处置马云 又不想让外界注意到 这已经成了习近平的心病 关键是习近平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 在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的欺骗能力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一篇文章 把习近平对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打压 把对赵薇和高晓松的打压 说成是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以资本为中心 向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这番话肯定会让习近平感到满意 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们 一直想把习近平那些萎缩无耻的行为神圣化 强行赋予那些卑鄙的行为以政治意义 习近平宁愿被外界认为他搞文革 也不愿意暴露他借机报私仇的嘴脸 不愿意暴露他对权力的贪婪和恐惧 总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用意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革命 更不是文艺革命 而是要除掉刘少奇和他的社会基础 而习近平一直在搞习近平版的文革 就像毛泽东搞文革运动一样 他也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 也不是为了中共的政治安全 更是与人民无关 与所谓的社会主义无关 习近平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利和地位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